欢迎收听节 我是小杰 今天会选择2023年8月25号 星期五凌晨的 早上了6点14分 今天是我们小杰 大家在问的第三集 这个系列会跟大家聊一聊一些 大家的提问 讲简单的就是QA 但这个QA比较不一样 是我想用一个比较大的篇幅 去跟大家详细的说明 因为我想 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说 其实有些问题 听起来很难以启齿 或者觉得听起来会不会太笨了 所以这个环节 大家可以透过IG或者email 或者甚至我们现在有匿名留言 你都可以直接来问问问题 我们现在销入最好的 确实还是匿名留言 这些连结 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任意门里面找 任意门在我们的Instagram上面 都可以直接点到 我们有一个linktree的连结 基本上 我今天要来回答的这个问题 有一个比较短的 我先回答 有人说每个新颖箱都会放AirTag吗 对 现在我其实连我自己的后背包都 都会放 基本上 我个人现在已经觉得不能不放了 我以前只买四个 我现在买了八个 因为我就是一个新颖箱就放一个 所以我现在这个已经成为这个Apple 怎么讲 已经超越果粉了 已经就是说如果Apple想要知道我任何事情的话 它可以知道很多事情 虽然我也觉得这是Apple的阴谋 可能想要获取大家的位置 或什么东西 之后可以做干一番事情 这样子 有可能他很想要收集这个东西 所以才发明AirTag 像我觉得他发明这个HomePod 也是想要偷听人家的东西 反正我觉得现在 Apple就是尽可能在收集大家的隐私 那我觉得目前也看不出来 它会发生什么 它会做什么坏事 但它确实帮助我非常非常多 所以AirTag我是强烈建议大家 在中央号行李都要摆 那我自己的话就是 所有的行李箱 跟所有的后背包 但有些什么侧背 那种拖特包我就不会放了 那种就是一个大垃圾袋 对吧 那种大垃圾袋 那种妈妈包 但是我自己就不会放 但是行李箱一定会办 那我也都一定要大家 就是非常推荐 极度推荐 我都自己说自己是AirTag推广大师 我从奥迪多少集就开始讲 直到UA那几集 由贵大满官那几集 我行李箱被搞成那样 我又再次证明AirTag的重要性 因为如果没有AirTag的话 那事情真的不会这样发生 就还会更早 还可以更早 所以我真的建议大家一定要放 这真的不是大钱 真的不是大钱 你就把它当成保险去买 但这个保险可以用电池换 因为有个可更换电池 你只要买几个CR2032的电池 它就可以一直用下去 当然你要配合你的iPhone 但我的听众有九成都是iPhone使用者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东西 请大家一定要用 好那第二题是我们今天的主要题目 今天主要题目有点硬 是说小姐您好 想请问一下想要玩里程的话 该如何下手 该专攻哪一个联盟吗 该如何选择 或是建议哪个联盟吗 感谢您回答 好其实它这个分择两个问题是说 如果今天要开始玩里程 要从哪一个要怎么下手 第二件事情是 要该专攻某一个里程吗 第三个问题是 那如果要专攻某一个联盟的话 那要专攻哪一个联盟好 这个其实我当下的回应是说 好你应该要去听我们这个 里程入门班 里程入门课的第一堂 那第一堂其实很久以前 为什么都没有 事实没有发第二集 是因为我觉得好累 然后其实那一集发下去 没什么回应 我知道其实有时候系列 就是要多做几集 然后大家才会觉得说 天啊这个好实用 其实我也知道这种 各层类型的都比较走长线 就是它比较没有跟时事 所以大家想听的时候 自然就会点来听 但真的有时候会觉得 哇天啊我这系列开太多了 但应该有 大家听众都有这种感觉 就是哇天哪 这个人的根性是怎么这么可怕 一周三更 结果还有一堆存档 然后就是因为我很长舍 还有当然我跟蛮多人都有互动 所以我就能够伸出这些主题 那我这些主题都不是我印象的 那就是说 这个该从哪边下手 其实里程入门班 里程入门课就是为了这一个 这个问题来回答的 所以你第一堂可以先听听 第二堂也即将要上 第二堂会讲这个航空的里程 应该说航空联盟 航空联盟 就是航空在全球 大概分成三大联盟 我介绍的这三大联盟 简单的介绍 那我没有介绍非常非常的深 但是你可以透过这些东西 你会有一个印字 你可以去Google更多的东西 我觉得我们这些东西 并不是要告诉你 你可以成为一个飞航达人 或你之后可以当地青 就只是告诉你说 原来世界是长这样子的 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入门课 所以它毕竟叫入门课 那第一堂的话 是在讲说里程是什么东西 或者说里程它要怎么样子来 它的来源是什么 大概是这样 所以好 那其实你这个问题是说 要从哪边开始下手 我觉得其实你可以先Google 因为再怎么样 我用讲的 这也是为什么 我不继续更新课程的原因 因为我真的这样讲 再怎么样讲 都不会比一个有图表 有文字的一个blog来得好 所以我建议你 就可以先去找 例如说里程 然后教学 里程入门 或者是简单一点 你直接针对一个里程计划 例如说常用航空 就是常用航空里程计划 一定会有一些部落格 你就要是不断换这些字 去把一些 看起来像教学的东西看完 但是你要记得 你看到的东西 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的 我说完全正确是说 其实那时候看到 你看到的东西 可能现在已经不能这样开票了 但是你基本上的资讯 你会获得 例如说 我们刚刚讲的航空联盟的部分 全世界有三大航空联盟 这三大航空联盟也没有变到太多 当然里面成云有加有减等等的 但不会参加太多 你还是会有基本的概念 所以你可以在网路上 透过Google搜据 一定可以先有非常非常多的 这些基本资讯 一定要先看 你今天只听我 你也不一定能够完全听懂 我会尽量 但是有限 我真的有限 就是我直接承认 我声音的部分一定是略有不足 然后还有 有时候我常常讲东西 会不小心讲到太深 这个也是我的缺点 因为其实我对这个领域算是熟悉 所以我讲的时候 一定会讲到你听不懂的部分 这个可能就不太入门 不太入门 所以如果下手 基本上你要先Google 你一定会问我说 应该说这个问题 如果下手 它究竟是我要怎么开始研究 还是要怎么开始玩呢 你可以去订第一堂 第一堂基本上我就讲说 其实透过刷卡消费 是最容易累积里程的 我自己的90%的里程也都是这样 其实我们有讲怎么样累积里程 去听一下 累积里程 当然你可以 我这边很快讲 你可以刷卡 你可以透过一些portal消费 有点像是导购的感觉 导购只是 你那个Line导购 导购给你的Line Points 但是你这个导购是可以给你里程 但是台湾比较少 再来像是购买里程 直接购买里程 购买里程又分为说你跟官方购买里程 跟朋友购买里程 这种东西 或者跟网友 这也都算是购买里程的范畴 当然还有一些是 你自己最正宗的就是 你自己搭乘该航空 然后累积在自己家的会员下 你搭乘航空 然后你自己有航乘航空的会员 当然你这样搭乘完之后 你就会有累积一个里程 所以其实里程原本是应该是这样子 但是怎么样才最好的累积里程 就是刷卡 一定是刷卡 其实你现在从台北搭到日本 如果你今天买最贵的票 假如说你今天来回好了 我直接算给大家听 来回如果你买最贵的票应该是2万多 应该是2万5左右还是3万 这是经济舱 这是最贵的票 你平常不会看到这种票 但你这样子 请问你花3万块 你累积里程是多少 其实大概是2500里而已 因为其实台北到日本其实没有很远 所以其实这样子 你会发现说 我3万块累积到这么少 所以你会发现说 其实这并不好累积 通常都是长城县或是商务场以上 才可以累积到更多的里程 可能是有两倍或三倍里程等等的 好那这个就是太细节 总之搭乘航空公司也可以 如果你是买现金票的话 是可以累积里程的 记得是现金票 如果你今天已经用里程换票的话 就很像人家 有家饮料店 它是你买10杯饮料 你可以送一杯饮料 你就拿那个集点券 跟他讲说 我要换这杯饮料 但是这杯饮料也是一杯饮料 所以我要请你再帮我盖一张新的集点券 然后帮我盖一杯饮料 这是不对 其实基本上这个里程票 就很像你在去兑换这个饮料 你买10杯会送一杯 这种感觉 那这一杯是没有办法再累积的 好大概就是这样 好那这个就是 你可能可以从这边下手 那好 接下来下一个问题是说 你可能想要从哪一个里程计划下手 或是哪一个联盟下手 我觉得这可能才是你原本要问的问题 好那因为我们应该都是台湾base 就是所谓台湾base 就是我们应该居住在台湾这样 这种人我一律建议找 我们台湾的国际航空 就是华航长荣跟新宇 为什么我会这样讲 是因为这最简单 票也比较相对好换 我们今天讲说 如果今天这样 然后我们去找一间 可能美国航空 对不对 那你请问你要怎么换 其实美国航空 就是都在base在美国 它所有的航线都是从美国 往外辐射的 甚至它还没有直飞台湾 那请问你今天累积了美国航空 要干嘛 那有人想说 小杰那你好像有累积日航 你今天好像要累积什么英国航空 那为什么你要累积那个 因为可能是 我知道那个航空 这个航空的里程计划 它有什么亮点 它可以怎么样子去做应用 这是比较经理性的部分 对于新手来讲 对于入门来讲 我是不会建议你去累积 就是可能不是台湾的航空 那有人想说 那国泰呢 国泰也很棒啊 或者说国泰香港很近啊等等的 国泰也是可以 但是它就 我就觉得它会稍微进阶一点 但其实老实说 我自己的入门 是全日空跟国泰航空 其实我自己的入门是这样 所以有人就看到 我其实在Instagram上 有回答这个问题 我是直接推荐说 那你就选国际航空这样 但是有些人讲说 为什么我不选谁 是因为 就是最省时间 而且这些台湾的航空公司 它的 你上网找的资料也会很多 而且 这个 我觉得也不需要有太多情节 其实你今天累积了一家之后 你可以之后可以换家 你也可以同时累积两家 当然我建议你 集中火力在一家 但是 也不用觉得说 你今天这个人 你就要跟他永远到最后 有时候你就是会换人 有时候他就把你换掉 或者是这个航空就倒了 等等的 所以其实也不需要太认真的 就是我进去这一家 然后我就因为这一家 没有就玩玩看 就玩玩看 你说该停损的 发现说好能累积 或是说 哇 他就改表了 停损 杀出 换一家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也不用太紧张 说要换哪一个 我自己是用全日空起家 当然全日空 他有些优点 包括对换表格好 或什么的 请问这些东西 要怎么找 其实你在网络上 多看这些底层相关文章 你就会知道我在说什么 这个东西 我现在直接讲会太听洁 会把大家搞得太复杂 总之 大家都可以去 自己去找一些文章 然后你就一篇一篇看 或者是说 有些人讲到什么 你就点过去 或者是搜寻相关的字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 可能老实说 因为全世界里程计划 我不知道有没有上百个 好 那当然我们常用的 台湾常用的里程计划 当然就是华航 长荣跟像 台湾还有星宇 但星宇现在 应该不算是长用的 因为它刚出来 还有日本籍的 日本航空跟全日空 香港籍的国台航空 这个是非常常用 那当然还有东南亚的一些 像是新航也非常常用 这个不能说非常的 就是有人在用 这样子 那台湾的信用卡 可以转点的航空公司 通常就是这四家 分别是华航 长荣跟国泰 还有新航 新加坡航空的新航 大概就这四家是 基本上每一间 可以转点都会有 那每一家 每一个信用卡都不太一样 所以一样 毕竟里程的来源是刷卡 所以建议你累积在 好累积的地方 如果你今天累积在一个 一样美国航空 美国航空台湾没有任何一张 信用卡可以转到美国航空的 里程计划去 那你今天累积美国航空 你要累积多久 累积新算的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 容不容易取得也是一个很重要 那你在哪里 你在台湾 所以容易取得 就是我刚刚讲的那几家 甚至连新宇的里程 也是有他们家的里程 的这个联名卡 可以去做累积 所以高下立派了吧 其实也没有太多选择 没有太多选择这样 好 那这个部分我就先讲到这边 那选择哪一个联盟 这个联盟 你真的要去听我们 这个里程入门课的第二堂 然后这个第二堂 就是把这个全世界 分成三大联盟 那其实如果你现在 我不知道我上的时间 那里上了 因为档期真的很满 所以你就搜寻航空联盟 其实你就会看到 就是联合联盟 欢迎一家跟星空联盟 就是如果你看到这三个关键词 这三个名词 那就对 就是这个东西 你就稍微看一下 那一定有问我说哪个比较好 我第一个如果 Base在台湾的话 Base在台湾的话 其实应该说 因为我有很明确的喜好 老实说我很明确的喜好 所以我会跟大家讲说 天鹅联盟不要碰 但是最近我又很常用天鹅联盟的 立程计划 所以我觉得这三家都 这三个联盟都没有什么问题 你从台湾出发 其实只有黄云一家在台湾 目前是没有代表的 那星空联盟的 在台湾的这个代表是 长荣航空 天鹅联盟在台湾代表是华航 目前星云航空 没有加入任何的联盟 那未来有可能会加入黄云一家 但是这个可能不会是近期 因为你现在这个成长的状况 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 才能加入联盟 或者是才会被联盟抓进去 或者是还要过很多关 因为毕竟 黄云一家在台湾附近的 最大的头头就是国泰航空 国泰航空要说yes才行 毕竟他加进去之后 可能就是这个潜在竞争对象 所以我不知道 这个我目前还不清楚 所以总之在台湾目前 也只有两个航空公司 有进入集团 就是星空联盟的 长荣航空跟天鹅联盟的华航 所以依照我前面的据述 你基本上可能也只能玩 这两个联盟 可能只能玩这两个联盟 刚刚我不是有讲说 其实你在台湾 也是可以换到国泰跟星航 国泰是换余家 刚刚讲了 星航是星空联盟 所以就想说 我星空联盟两位 那是不是比较好 也可以这样说 联盟这个东西 我这边在 我就很快讲过去 联盟基本上联盟 联盟内的伙伴 他是可以互相兑换票的 例如说星空联盟里面的伙伴 你说长荣航空 你可以用长荣航空里程去兑换 星空联盟里面的所有伙伴的票 这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懂 但是你星空联盟 你今天是华航的里程 可不换长荣 不行 长荣里程可不换华航 不行 但是长荣里程可不换新航 可以 新航里程可不换长荣 可以 因为新航跟长荣是同一个联盟 基本上同一个联盟里面 他们就有签一些类似契约 就是他们有办法去互相开票 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东西 很基本需要知道东西 那Google应该都可以看得到 那再来就是说 要选择什么联盟 那其实我自己是觉得 如果这华航跟长荣去选 我一定会选我一定会选长荣 虽然这个长荣留我非常多次 但长荣毕竟第一个是他的航点还是蛮多的 我觉得他航点还是蛮多的 这个也要看你自己喜欢飞那 如果你每天都飞熊本 每天都飞福岗 每天都飞什么路而岛 每天都飞广岛 那你就当然是玩华航 这华航飞这些鬼点 对不起 飞这些点 如果你今天每天都飞西雅图 那你可能就也只能选长荣 大家懂我的意思吗 就是还是要看你自己的点 那他们有一些独家的航点 什么 华航现在应该没有飞威延纳吧 威延纳应该还是长荣的独家点 甚至连法国 法国也是长荣的独家点 法兰克福应该是华航的独家 所以其实你要看一下 他们的航点 如果你没什么概念 你就上我看一下航点图 看一下这地方我应该会去吧 就是大概这样 如果你都不知道也没有关系 我觉得毕竟这两家 还是没有巨大到说 你什么点都有飞 不像什么阿联酋或卡达 这种中东航空 很多鬼点都有飞 那你就可以很安心去累积 如果你今天没有这个刚需的话 我觉得那你就随便选一家吧 反正其实毕竟星空联盟里面 假如说你现在累积在长荣 那有时候如果你有需要 从例如你要飞欧洲 其实欧洲也有这个汉沙航空 它也是星空联盟里面的 所以你飞到可能欧洲的时候 还是可以去利用 这些星空联盟的伙伴 去做一些接驳 这就是联盟的奥义 因为一家航空公司 不可能涵盖全世界所有的航点 所以说其实你为什么会推荐 这些长荣的原因 是因为它真的还是比较壮大一点 而且它的 就我的角度来讲 它的营业额或是什么东西 也都比华航好 所以我觉得它未来在扩张上面 或弹性上面 甚至买飞机上面 可能都有比较好的一个机会 可以比华航更好 但其实现阶段来讲 其实长荣机队有一点点老 但知道会不会换我不知道 但我觉得机队老又是另外一回事 我要先飞到再说 那为什么 为什么我现在会愿意推荐 这个华航 会推荐长荣 而不是华航呢 因为另外一件事情是 有这个江湖传言一说 这个华航的票比较好换 长荣票比较难换 其实如果疫情前的话 我会跟你讲说 你要不要累积华航 但是现在为什么会这样讲 是因为疫情后 其实长荣自家的里程 换自家的票 就是长荣的里程 换长荣的票的话 其实放的位置蛮多的 反而是外加你想换长荣 反而是换不太到 一直以来 华航对 华航换自家都是蛮多的 我觉得这个都没有变过 但是在疫情后 长荣这边有变 有点对我们政策的改变 或什么的 所以他放票 其实现在只对自己 对自己家是超级大方 不是说超级 对不起 就是蛮大方的 我会尽量放这样 所以反而变成说 他对自己家好 虽然他对外表格 并没有到非常非常的优秀 但可以 有票就好了 有票你才有累积回馈的价值 或者是你刷信用卡的价值 因为大家会算 什么刷信用里程卡 回馈率多少 对不对 你要换到票 你才有回馈率 所以讲简单一点 就是这样子 我基本上我会推荐长荣 一定 这个讲完就有人讲说 你怎么会推荐长荣 因为我其实在Instagram 有回复这一题 所有跟我稍微认识的人 都说 我没有想到你会推长荣 毕竟长荣累过我 加上 我自己其实 没有到非常非常多长荣的里程 我反而都在外加 可能什么 现在最多的应该是全日空吧 那全日空现在真的是也换不到票 就是很多人都很意外 但是我最常搭的 其实是欢愉家 是日航国泰这些的 所以很多人想说 推荐一个你根本就没有在 你可能根本就没有在累积了 原因是因为这个 毕竟是一个入门的问题 那我就想要用一个 你先最快的可以换到一些票 或者是最简单的可以拿 获得一些资讯 这件事情为主 而我在进阶一节 你要玩国泰 你要玩什么的 我觉得也都可以 但是 这个就是 可以慢慢来 一步一步 因为我也没有认识什么人 他只玩一个里程计划 玩第一个里程计划之后 你就玩第二个 玩第二个 你就玩第三个 一定的 这是势必的 因为每一家的都不同的亮点 最后就跟我一样 很多家都有 或者是可能就最后变成我建议的 你可能就累积在什么 旅人卡里面的飞行积分什么的 就是汇丰那一张之类 然后你之后有需要再转 这个也是我最推荐的方式 所以讲回来 你要怎么转里程 我真的是建议你不需要鼓注 一直在某一家 像旅人卡这种 它可以转到好几家航空公司的 甚至包含我刚刚讲的 台湾最好换的那四家 它还有很多家可以换 它的表又漂亮 它的几元一里 国内是18元一里 国外是10元一里 当然这是无限卡 但是就 其实是非常非常像的 所以我真的是觉得 你不一定一定要办什么联名卡 联名卡不一定是最好的 大家就是自己考虑 我自己是愿意牺牲一点点回馈 换一些弹性 因为真的这几年 真的被雷很多 动不动改表 会不会是直接改表 直接大扁直 真的是欲哭无泪 你在里面有多少 你就套多少在里面 所以其实很多人都会 就是一直炫耀 好像无可能也是其中一员 就在讲说 我用里程换票 但是其实这背后有很多东西 因为你要找到的票 你要找到的位置是可以换 你要找到的行点是可以费 这个时间你要也能费 所以其实背后有很多的小问题在 我在新语联名卡那一集 其实讲非常多 把大家劝退的东西 所以如果你真的有时间 可以去听听看新语联名卡 我基本上把我对于里程计划 很多的想法都录在那一集 但摆得为那一集快要三个小时 但那集流量非常好 很怪 奇怪我录成铜片了 怎么流量还怎么好 反正大家可以去听一下那里有一些想法 听不完就算了 就快转 基本上我觉得飞行 在这种飞行积分 我觉得是远大于 你直接累积在单一家 如果你真的要选一家 选一个联盟的话 我个人会选长途航空 选联盟的话 我觉得星空跟幻玉佳 我都蛮喜欢的 天空联盟我真的比较不熟 我也是今年才开始 可能因为为了大象航空的关系 所以我才换了一些话 也是因为它的表好 所以老实说这个东西就也没有什么 也没有什么节操 就是哪边便宜往哪边去 就这么简单 如果今天是新手入门 都是先建议 你可以先试试看长容 因为为什么会这样长容 假如我今天建议你说 你去玩Life Miles Life Miles是哪里 哥伦比亚航空 哥伦比亚航空它讲什么 西班牙语 所以我今天如果出什么问题 假如说你今天的账号被封掉的话 你要打电话过去 你要讲西班牙语 它很香 它有很多很漂亮的表格 它有很多很有趣花式的玩法 但好你今天有出问题 我没有办法为你的西班牙负责 我没办法帮你打电话说 我会讲西班牙语 不会 还有人家说英文可以通话 可以 但是英文可能你也不一定听得懂 我也没办法确定说 各位听众是会英文的 如果你今天英文很好 我个人觉得 大家所有的连接完 大家都可以玩 但是如果你今天英文不好的话 怎么办 或者因为没有足够好 到可以跟人家沟通怎么办 所以其实我的保守期间 我最保守的推荐 就是之前玩国际航空 好累积好沟通 有什么问题 好处理 甚至台北 台湾各地都有办公室 这都你直接杀过去 你就跟一个智障一样问 说不定那时候 我已经没有再更新节目了 说不定我已经过世了 所以你问不到我之类的 所以我其实讲这些东西 为什么会讲一个比较安全牌 原因是因为我必须要 我必须要为我的话负责 我必须要为我话负责 但你是说 那如果今天有哪一个 最CP值最好的 或者是哪一个 现在你觉得最香的 其实这个也是每一段时间都在变 而且它变的周期可能很快 它可能半年就变一次 所以讲的回来 其实你累积在信用卡里面的飞行积分 有需要再转点 这个是绝对是最好的 好 那这个就是弹性的部分 好 那什么联盟 我算是回答完你了吧 我应该会推 我个人会推 安全牌是星空联盟的 的长荣航空 那不是安全牌的话 我想想 不是安全牌的话 我目前 好像好像没有 不是安全牌的话 我自己现在比较常玩的就是 Lifemiles Avianca 就是这个AV AV的里程 你打Lifemiles 科兹比亚航空的里程 或者是维正大线航空的里程 其实我常讲就是我最近在玩的 那这个玩就是比较短线的在玩 因为随时有可能会改标 而且这也都是欧美的航空公司 他们要说改就改 然后没有像台湾的这么 台湾或者是香港这些比较有节操 可能过两个月后他才改 然后就还预告说 你最后可以换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所以这也是亚洲区的一个好处 这两家你可以去玩 但是我觉得小心一点 这个我没办法为你后面负责 就是 然后里程的下半身 你还需要自己负责一下 好 那这个大概就推定到这边 好 那我想看有什么要补充 最后我还是要拉回来 就是说其实所有东西都要回到你的需求面 因为有可能有一些人 可能他是来往北美的 那北美的话 你的城市在哪边 如果你今天城市在洛杉矶 那大家都会飞 如果你今天城市在可能芝加哥 那你可能只有某一家航空公司飞 那你如果你今天特 假如说我今天跟你说 你也可以去累积在某一家航空公司 某一个联盟里面 但是某一个联盟到你最常飞的这个点 竟然要转两次飞机 那你又是很讨厌转机的人 那你不如就累积在一家 你就累积在另外一家 可能只要转一次飞机的那一个航空联盟里面 大家懂我意思吗 就是其实还是跟你需求有关 那如果你今天是很常跑 这个东京 那你只飞松山雨田 或者松山雨田以外的东西都是邪门歪道 那你今天跟我说 你要累积在信与航空 我就觉得你打开拍一样 因为短时间它也不会能够飞松山雨田 大家懂我的意思吗 其实你要稍微去想一下 你自己的认真想一下你的需求是什么 或你未来有可能的需求是什么 这也是很重要 例如说你可能一次要换好几张 这也是另外一种需求 那你特别进行线 比如说你常飞法兰克福 如果你今天兑换常温 那就可能就怪怪的 因为航点的关系 有些地方跟航点就没有直飞 直飞永远都比转机来得好 那有直飞何不直飞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要先确认一下你的需求 所以如果你今天之后还有这种问题 我知道这毕竟是大灾问的环节 所以你问的东西有一点点模糊 这种大灾问的感觉是很正常的 如果大家有一些更细节的要问 那大家也可以提供我 例如说我都飞哪边 我累积都怎么累积 我可能刷什么信用卡等等的 甚至我一年大概可以刷多少钱 我可以累积到多少里程 其实这个都对我非常有帮助 因为里程是有效期的 里程有些可能三年就过期 有些甚至一年就过期 大家都要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就是非常麻烦的部分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听了这一集之后 然后可能对里程有点兴趣 虽然我也没有拿到 我推理款了这么多里程 希望也是没有拿到什么钱 但是希望大家就可以便宜的出油 开心的出油 然后可能可以用很便宜交给大家到商工厂 有问题可以在我们的各个大任意门里面 点进去 或者是直接寄信给我 IG私讯给我 说你想要投稿 我们就会想办法录一集 来跟大家讲一讲你的大灾问的问题 你provide细节越细 我就可以讲得更符合你一点 这样子 好 这一集就到这边 我是小姐大灾问第三集 我是小姐 喜欢的话记得帮我们到各大平台 帮我们五星好评一下 如果喜欢的话也顺便赌内一下 做节目真的有点辛苦 好 我们这一集就到这边 我是小姐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